7号省纪委印发的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 被网民们称为是最严的湖南限宴令 这项规定11月1号就要正式开始实施了 今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建国表示 限宴令实施之后出现超标行为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我们有些有些有些迟迟和和安家说已经到了不气不好意思 去了更不好意思的程度 说我们为什么要发那个这个婚线这个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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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啊 有的人还有不同意见 说你们纪委没事情干了 这个都要搞 但是我们征求意见的时候 多数干部都记得这个很有必要 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啊 现在有的县领导说我在这个县亲亲戚那么多 这个亲戚结婚 那个亲戚这个什么房子 那个亲戚搞什么 每次都要请你去 你不去就得罪人啊 你现在审理有这么个规定 我到时候拿出一个文件跟他们讲对不起了 我去不了了啊 这个事情呢 我们很快就要执行 听说现在有的干部 他就给你提前把它办掉 因为以后就受不了了 他就给你着搞 或者有的变得发 我说这样的问题 发现一起 插出一起 他也是在顶峰为己 不认为啊 因为我认为你 就是你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